你们知道吗 日本居酒屋啊 有一个不全能的规定 每店却自动上菜等的东西 点好饮料之后啊 店员他就会端上一小盘的料理过来 这个是收费的小菜文化 会自动的帮你加到帐单里 可不是店员送送菜呢 这个偶东西啊 每家店的价格可能不太一样 不过一般大众的居酒屋 一个人的费用约为三百到五百日元 是每个人都要付费的哟 另外带你90秒轻松掌握东西电车这本知识 常常听到有人说东京电车好复杂 几百条线到底要怎么分辨啊 什么是JR什么又是丝铁 怎么又有都营 还来一个东级 再来一个西五 还有一个小田级 其实你只要知道 1.JR城市就国营体制 其他都是私营公司 那国营跟私营的差别又在哪边呢 国营出口都为大典 私营出口都为小典 大典由JR进出会比较方便 JR的出口多夹带香肠 私营则单纯为出口 东京JR几乎都已经高价化了 车的辨识度也比较高 2.不同系统的话 月台没有互通 所以就算是供购站 只要系统不同 换车就一定需要出月台 车票当然也是两段收费 所以尽量不要换系统搭车 省钱省力省时间 3.西瓜卡可以使用在所有大众工具上 其实不只是西瓜卡 地铁出的PASMO一样也可以 最近来东京玩的大家 将西瓜卡捧币在钱包 进出站真的超级不敌方便 4.针对观光客的优惠券 有的 JRDUNETPAS760块 东京地铁1-3日券 价格是81200-1500 但是记住JRD的约会券 只能用在JRD上哦 地铁当然也是一样 不可以用明朝的剑 斩清朝的观案 1日券或3日券 一定划算吗 其实不一定哦 还是要看行程顺不顺 建议先确认好行程 再来决定是不是要购买 以上就是东京电车 简单小知识 没有想象中复杂 我们知道日本也可以叫Uber Eats吗 完全不需要电话或实名认证哦 在日本直接打开你的Uber Eats App 接着输入你的饭店地址和门号 就可以开始点餐咯 使用方法跟台湾是一模一样的 看不懂日文没关系 一样截图使用翻译软体翻译就可以咯 外送图中一样可以看到 外送员的即时预览和车号 外送员抵达的时候还按了我们的门铃 直接帮我们送到家门口好贴心 真的成功送达了 好开心哦 成功解锁日本叫外送技能 我们叫了日本的韩式炸鸡 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嗯老实说真的是有点失望 完全不韩式的口味 但价格还蛮便宜的 大鸡撇啤酒是必须的吧 大家都学起来了吗 下次来日本也叫外送试试看吧